分手以后 直到自己怀孕了 我已婚但是有个孩子 但是有个孩子 他当时需要你投多少钱 一开始大约说是100万吧 后来在投的时候 可能就不够了 其实以前我也做买卖 但是我那时候年轻 应该也是很能干 但是这个年龄就忽然想 就想踏实下来 反正我要觉得这事 要是搁在小主身上 他又干不了这事 他的胆小顾虑也挺多 你怎么知道小主胆小 我们只聊点 我才不知道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选择 大家好 欢迎来到选择 大家好 谢谢很多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很高兴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9点09分 应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 收看我们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小页 那参与我们选择的方式 我们的热线电话 6331275 现在我们又增加了 另外一个热线 4009005211 这两个电话都可以 帮助你来到我们的选择 那么接下来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到场的朋友 这么多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 我们的心理专家 王毅 演员导演 穆里心 欢迎两位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陪选团的 四位朋友 他们会全程参与选择 与被选择 他们又是谁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和平71岁 北京户籍 离异 银行职员退休 宋江彬60岁 北京户籍 藏偶药销售退休 方秀云45岁 河北户籍 离异 自由职业 王毅63岁 北京户籍 离异 幼师退休 欢迎我们四位朋友 那另外呢 还有我们两位 助力团的朋友 同样欢迎他们 那今天呢 我们很多这个 优质的男女嘉宾 又来到了选择 他们是谁呢 首先请上 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掌声 尤其我们的一号女士 你好 你好 欢迎 请坐 谢谢 我们一号女士啊 特别有气质的 鸟鸟走来 您的身材 是怎么保持的 反正是 自己要多锻炼 然后我是控制嘴 一定要控制的 比较严一点 那一天能吃多少呀 吃的倒挺多的 但是主食吃的少一点 能感觉出来 生活的品质 那你有多高啊 我身高1米65 然后刚刚一穿高跟鞋 这样走过来 感觉像1米75的样子 主要有个气场很强大 我们来认识一下 一号女士 她的基本情况 吴树兰 51岁未婚 自营生意 辽宁户籍 那吴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她的原来是你 我们来看看 她的关键词 有为儿子努力拼搏 用心经营两家工厂 未婚 但是有个孩子 但是有个孩子 你不是未婚吗 怎么我看这些关键词 又是为儿子努力拼搏 对 我未婚 但是有一个儿子 那这段情感经历 是什么情况啊 分手以后 直到自己怀孕了 然后呢 这个儿子吧 反正是也是命大吧 然后呢 一天天的 然后 也没有考虑清楚 这儿子就出生了 就这样子 当时你跟孩子的爸爸 你们俩是谈了多少年啊 我们俩谈了六年吧 那当时为什么不领证啊 就没有想到 哎呀 马上就结婚是吧 没有考虑到结婚这个问题 那会儿因为还小是吧 对 那下二十三四吧 那孩子的父亲什么态度呢 他知道有这个孩子的存在吗 他当时的时候不知道 怀孕了也没有跟他说 嗯 那你那会儿想过吗 你一个未婚的妈妈 在那个时代 其实可能要顶得 很多的压力在 我那下其实吧 脑子吧 也是一片空白 也没有考虑很多 因为那下还有 不确定的因素是吧 然后呢 也不知道这个孩子 到底是留还是不留是吧 还也没有考虑清楚 那到最后是 由不得你了是不是 是的 肚子一天天比一天大 然后医生说 哎呀 舍得吗 六七个月的时候 我还想 哎呀 是不是做了吧 到医院 大夫一说 哎呀 我又往后退了 说算了吧 好 再等等吧 又考虑到一天天了 一天天了 使这些人过得很快很快的 你都六七个月了 你再考虑就是要生了 是的 他应该这个女的家庭 应该是被他就是帮助比较大的 就家里面 比较开明 应该是 你看像这种情况的话 就父母亲肯定会帮 我觉得啊 还真的就说 可能那个时候太年轻 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有没有说 跟你当时的男朋友 再来沟通一下这个事 我既然选择给孩子生了呢 我就没有选择 再跟他有任何的联系 我也不想知道 他孩子的存在 因为说什么呀 我不想去拿孩子 当了一种 中间一个筹码什么的 去要挟他什么的 是吧 我不想去那么做 那就意味着要 你自己养大哦 嗯 是的 然后我就说 既然选择给孩子生成年起吧 我就是不给孩子 百分之百不给孩子走后爹 然后以我当时的能力吧 我觉得 给他养大吧 不是问题 就很小的时候 谁帮你带呀 很小的时候是 雇一个保姆 然后保姆在我家里边 我给保姆俩一块带 那之后慢慢长大 要上幼儿园 要上学 各种费用就出现了 那怎么办呢 因为我以前干服装的嘛 然后手里边 反正是有点存款 哦 所以靠着存款去养孩子 对 那后来我一看你说 用心经营两家工厂 那个时候就不是为了孩子了 那肯定是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的话 那没有钱的话 把这个积蓄吧 说起来的话 以前有那些积蓄 肯定花得也差不多了 是吧 然后呢 那时候正好有一个闺蜜嘛 她说 她老头说 开个化工厂 在河北施加座上 肯定行 但是她没有钱 问我说 看你有钱呗 我说可以啊 我这个人胆子也比较大 做事呢 没有去 就包括以前也是一样 没有去想 这个有什么后果 没有想后果 就这个闺蜜 跟你是多少年的闺蜜 我们俩十四五岁的时候 就认识 就是同学家长发小 就这种新人度 还是在这 对 是的 她当时需要你投多少钱啊 一开始大约说 是一百万吧 后来在投的时候呢 肯定是不够了 不够了呢 那时候就说 好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吧 因为我那下 已经来河北施加座了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啊 07年啊 就等于他们出技术 然后你来出钱 对 一起来做这个工厂 是的 就是这女的 挺有志气的 那厂子有多大呀 弄了多长时间建起来的 是我们是租那个盖厂嘛 在盖厂里边 租了一块地方 然后租金也不高 主要是原料呀高 多长时间就开始产出了 大概三个月吧 那还挺快的 我觉得您的胆 真是够大的 对你来说 其实完全一个 空白的行业 而且怎么开拓 市场我看 您也不紧张 也不怕找不到客户啊 等等的 没有去想 找不到客户 没有去想 反正是 刚才使得跑次长 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吧 第一户就试验 然后有一个 小样不过 然后后来我把 后面把那个原料 稍微往上 一种主料往上稍微加了一点 提了一点 然后立马实验就过了 主要是用在什么地方啊 塑钢形材里边 建筑用的那个 对 就是咱家的门窗不是形材的吗 它往那里边加了 也要降低成本的 所以那个时候 做了有多少年啊 九年 有魄力的 但是做化工的话 他要是有朋友做化工 他露骨的话 是挺好的 我同学 他们也是做化工的 就是挺好的 听上去是不是挺厉害的 一位女士 不光是人的身材好 这个事业做的也好 胆也不小 是不是 对 胆也不小 现在回个头来看这个事 其实风险还是蛮高的 是的 说明她人不错 心眼好 是吧 尤其是在闺蜜 是不是 现在呢 那您那挺超前的 那时候就有闺蜜了 谁还没几个闺蜜 你也还大小 那不是 只不过现在的 你要说 那时候你搞企业的时候 是06年 你现在多少年 15年了吧 那时候是07年 18年了 对 那时候叫闺蜜 闺蜜这词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的 不是 现在叫闺蜜 那个时候不也就是 那时候不叫闺蜜 那时候就是说 好姐们呗 好姐们呗 好朋友呗 是不是 你问问我们这 谁没有个好闺蜜 是不是 反正我觉得这事 要是搁在小主身上 他又干不了这事 她的胆子小 顾力也多 你怎么知道小主胆小 我们挺了解的 我答应不知道 你看 又发现了 有时候你要观察谁 你就能知道 何大哥你这话 应该叫所言差 我是07年的时候 我也开过公司 但是呢 我确实胆没有这位姐姐胆大 因为她是涉及到了一个外行 她是属于外行人 我自己经营的公司 我是内行 我并且是在这个行业里头 从不会到会 然后干到了一个管理层以后 我感觉自己游刃有余了 然后才自己开始着手 去经营公司 你看是不是不一样吧 对啊 她那一介绍 简单一句话 那她们俩肯定就有很大的区别 或一般人我觉得都应该是这种 这种 对 胆贼大的 你像小主这样子 她是靠谱 没那么大胆 那你的意思是人也不靠谱呗 不是 年代也不一样 年龄也不一样 她这也靠谱 对 靠孕 她里边你要干上好一个事吧 就牵涉到很多的方面 我认为她是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 为了生活 为了她孩子将来有更好的生活或教育 就是孤注一掷的这种想法 然后去做一些她认为 能够提升她自己生活品质的这么一件事 这是第一家工厂 我看你说是有两家工厂 是两家同时在开吗 没有 化工厂干了九年 九年的时候化工厂已经环保 就说了需要办这个环保这些证件了 根本就办不了的 然后正好就是说 我租那个厂房的时候 她那个邻居是干门窗的 门的 生态门什么的 她说现在有个做套现 生态套现的 咱这邻居有一家做的 我说好吧 然后找一个朋友去 我说待会儿去看看吧 我就跟我闺蜜她老公 我们一会儿去看了 看了以后说 说这以后也是个方向 然后呢 我这人就说什么 一罐子胆子大的 就是说 行吧 那个咱们就开始进设备吧 租厂房进设备吧 刚开始订一台机子 两台三台四台这样子的 我们家最后来的是四台机子 那看来这个厂子也经营起来了 是吧 是的 这个活跃是很辛苦的 24小时开机 只要是开机的话 就不停机了 为什么呢 这个耗电量它太大了 然后呢 这个机子你老听机的话 那肯定耗电量那么大 你老开机老听机的话 废料也出得多 是的 所以你得有很多的单子 在后边排着 对 是吧 然后你再不停地生产才行 是的 那等于现在是就做这家工厂了 对 然后这厂子做了八年 八年的时候 然后我这孩子吧 在这儿 其中他慢慢也长大了嘛 也不上学了 然后接手让他干吧 人家不干 现在在哪呢 在广州了 都不在河北啊 或者北京啊 不在 他找了一个广州的媳妇 就追着媳妇去了 是的 那你不追着他们去啊 年轻人和这个 他们呢 是吧 不能在一起的 原来才想一点 是吧 你不可能给人家小家庭 在一起去搅合 是不是啊 肯定这个年龄上 这么有带勾是吧 这个是 你婆婆 那和妈肯定不一样是吧 咱不要 咱要失去一点是吧 其实以前 以前我也做买的 但是我那时候 年轻应该也是很能干 但是这个年龄就忽然想 就想踏实下来 那在那边他做什么呢 他在那地方开着奶茶店 奶茶店肯定也是你投资的呗 是的 然后你在那给人买的房子吧 买的房子 买了车了 还有什么支持呢 然后那个 他家里边的开销 可能是 差不多都是我的吧 他那天赚不了太多钱 维持不了他俩的生活 然后又怀孕了 是吧 然后我现在有了孙子 根本都不够维持 那谁看孩子呀 亲家母看孩子 那这笔开销就省了是吧 也不省 因为说什么 本来是我这厂子 2020厂子不做的嘛 不做想去看孩子 但是他妈那个 那个媳妇说 两个妈一起在这看 我跟儿子说 我说哎呀赶紧让他妈看吧 我这17年了是吧 一点那没有了 一点自由什么都没有了 我说现在我赶紧 还我自由吧 让他看孩子 后来妈跟媳妇上 我说看孩子 也别让你妈白看是吧 咱们那个按这个 给你那点钱呗是吧 按市场价是不是 差不多吧 就这个意思吧 你这伯父我觉得当的还行啊 是不是 就咱不出力 咱把钱全都出到了 他的思想是很独特的 他意思就是说 不能跟年轻人在一块生活嘛 我也是这样的观点 您现在也没跟孩子 一起生活是吧 对 就等于看孩子 咱不看 但是有人看了 咱们就出一份钱 对 然后他们生活的开销 是怎么 你是定期给他们打钱吗 反正也不是定期 要了 因为我开场的嘛 反正是 反正天天都进钱是吧 要了就给呗 你说要了今天该买什么 咱就给什么是吧 不是 一般谁来张口 儿子 媳妇 都微信一说就行了 一说的话 你收到了 立马就转账呗 你这么好说话呀 对待儿子和媳妇 确实还好说话 还是有钱 有钱来不差钱 是吧 他没钱 你想给都给不了 那像说买房子 装修房子了 我买的房子是精壮的 精壮的说 你看家里把这些 也弄好了 也交房了 是吧 然后这家具 买家具 我说行 买多少钱 然后你们看好了 你们合适了 最早你们俩商量 你们俩就合适了 就买吧 钱呢 肯定有很多问题了 这个钱好办 就是因为有个出处 而且是大钱 相对来说 就平常过日子 这些钱怎么说 过日子钱 水费 电费 那个天然气费 物业费 全帮我的卡 都不用说话了 不用说话了 直接刷走了 直接飞的人 就给你刷走了 对 那吃饭呢 那买个菜呀 出去点个外卖呢 我家媳妇可真是 因为她小嘛 可真是 家里边 今天给买吃的了 然后呢 花多少多少钱了 然后呢 再给孩子开始 准备衣服什么的 花多少多少钱了 今天 全就这样是 只要你抱过来 然后我立马 我不会问 立马就转过去了 哎呀 这个 一 婆婆手里有钱 二 这个婆婆 真好说话 都不问 三 就主持人 就这个打个样 给主持人打个样 我没她那么有钱 我要这么有钱 我也是 来 有没有钱的话 我不行 而媳妇是你家的 是吧 然后呢 人家又怀孕了 是吧 那你说 你在有能力钱里下 那你就给人家点呗 是吧 让人家高兴呗 是吧 那二媳妇 自己要买衣服呢 她买衣服 还真不怎么要 她买衣服的 都是我儿子要 她俩会要 假如说 为孙子花钱的话 是儿媳妇 直接就说 买什么什么东西 花多少钱 但是要给媳妇 买东西的时候 儿子就说了 妍妍该买什么了 我做不到 我觉得他们 有自己承担 家庭的这样的能力 就是说我们是有钱 但是我们也是不觉得 不应该这么给 你说我看孩子 不错 我可以给 但你要要心里不舒服 你们俩是儿子吗 对 我是儿子 我是闺女 闺女 是不是都给你钱 给我买衣服 你看看 行 今天有闺女的 就不用说话 来 小姐说说 你儿子多大 我儿子是98年的 那还没结婚呢 没有呢 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 那你这样也没有感觉 对 我现在 只没有感觉 对 我儿子现在 不跟我要钱花 就是从大学毕业以后 就没跟我要过钱 那我问问你们俩 万一就以后 娶一个媳妇 当然就是 对他来说 这个费用不是事 就这样的情况 你们什么态度 我觉得我要让我的孩子 也能够自食其力 因为我在的时候 我可以帮你 我不在的时候 是吧 现在说你娶这么一个媳妇 媳妇这么干你 什么态度和想法 你是儿子是女儿 我是儿子 那你先说 她儿子还小 我是女儿 不是 人家说的是这意思 假如说您和这位女士 生活在一起的 然后她呢 每天 你是什么想 那属于是婚前的算车 不是 就是结了婚以后 也依然是这样 也要帮扶儿子嘛 我好像还没遇到过 这是 我姐她面的孩子就是 就是她媳妇 想要什么 让儿子说 她妈竟 竟大钱了 跟年龄段有关系 像我这个年龄 就是 更加要一分都觉得 很别扭 我们那孩子 我给钱都不要 为儿子投资是对的 你挣的什么 挣的都是 都是给她花的 他是这样 我认为呢 这个是两个概念 就是我挣钱以后 你到最后的时候 终于是你的 对吧 所以日常 日常这个跟中流这个 这不是一个概念 我说这个就是 她能有这个能力 去给她儿子投资 证明她是有一点的能力的 你知道吧 有一点的 有一点的经济基础 那有一天需要你 脚菜的时候 你得要准备好 对吧 何叔这会儿就没办了 有了就知识 没有了这个事了 就再说 下一代好 你怎么也得知识 其实这个问题 我这认为啊 认为啊 哀无疾无 是吧 那既然走到这个了 你就要想到那个 你能够见到她 这个客观的情况 这个事你是怎么想 我觉得好像 我要说 既然选择这位先生 这个先生他就不敢说 说哎呀 有像这个 说想法怎么 我觉得他不会有的 他会 就会什么事情 都会顺着我的 你是会觉得 因为这个钱 是我自己的钱 不是就是花他 即便去花他的钱 我觉得他也会 就是说怎么说呢 他心甘情愿地 让我花 不不 媳妇花他的钱 没有问题 那媳妇的儿子 要花他的钱 他是爱无疾无啊 是吧 他有孩子啊 是吧 他对我的孩子怎么样 我也会对他的孩子 怎么样啊 那是彼此彼此 新换新的 新交亲的呀 是吧 您这情况 说白了就是 您的儿子在啃老呢 人家就觉得你这个 他呀 就这是原因不断的 他是年轻人 他也不是啃老 儿子什么 人家呢 都是给我孙子买东西的 人家两个人呢 买的东西呢 一般可能是 没有跟我胜出要钱的 你自愿吧 人家常常打印 不是说那什么呢 是吧 是这样子的 谁怪不得他们 咱愿意 愿意 对 这是给我孙子的 管不着 是的 好像我就这么想 就是你的家的事 你一管 你处理 跟我没关系 因为为什么你 他你给多少钱 你怎么处理 那是你自己的事 因为你们有血缘关系 是吧 我们家这边事 我也不会让你操心 我也是不会 我也是 我去处理好这关系 是吧 你要说都掺和一块 拧了一团麻 是吧 这感情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肯定出现矛盾 还有个重点 我可能是没有说 我儿子的房子和车 都是我的名字 所以还是说小钱 是不是 爷爷说什么 像儿子 我曾经也说了一句话 你妈 这房子的车 都是你妈的名字 咱们只是借住 或者换句话来说 她跟我儿子说的 我儿子跟我说的 咱们是她的住户 这房也不是我的 也不是你的 是你妈的 人说这个母性的伟大 是两次分离 第一次分离是 孩子离开母体 那个痛苦 那是一次伟大的付出 第二次就是 男孩子早点让他离开 父母的支持 让他自己去 惊风雨见世面 他们长得强壮 什么东西 什么事 他都能应对 他能力上来了 其实不是父母不帮 是说用方法去帮他们 他们会更硬朗 然后你给他们的帮助 他们会觉得 他们有感谢的 小孩就这样 你看现在小孩 为什么不知道 荣辱了 你夸他 他也不觉得怎么样 你骂他 他也不觉得怎么样 因为他们没吃过苦 你给他送的再好的礼物 他也不高兴 你不给他 他也不觉得有什么 因为他们真的太甜了 不 问题我觉得 这个因为教育孩子 每个人有自己家 现实的情况 还是说 如果你再找未来一班的话 就是你考虑过这个事情吗 就是跟他怎么来沟通 这个事 就比方说 他们也会有这样一些意见 你们俩怎么沟通 我给孩子的钱 帮助孩子家里 或者给孙子什么买东西的 我不会花 另一半一分钱 因为什么叫门灯户队 对 他在段位在这 他不可能比他 还要找太低的 他可能要平视 你想找什么样的 比较有演员的 然后呢 条件吧 跟我差不多的相当的是吧 经济条件 对 然后经济条件 差不多相当的 那我觉得你一个月 现在怎么着 收入就即使这样 两万以上的收入 应该是有的 对吧 所以他大约是要 这种情况才可以 是的 其他的呢 还有吗 是哪人什么的 有要求吗 这倒没有要求 我们来看今天的两位先生 有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 你可以就你感兴趣的三个方面 来决定一下 时间上场 一位杨先生 一位刘先生 想了解他们什么 婚姻 婚姻 还有呢 住房 还有呢 照片吧 为什么对婚姻比较感兴趣 你是希望最好是未婚呢 还是说有婚史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了解是什么 他跟地段是怎么 因为什么离异的 什么因素导致他俩 那丧偶的你会在意吗 我不在意 也行 是吧 对 好 那现在杨先生 李毅在乡和有房 那是他的照片 刘先生也是李毅 也有房子 两位的照片 你准备跟谁来沟通一下 让他先上场 要不看看杨先生吧 杨先生 我们来请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掌声丢起 你好你好 欢迎欢迎 来 女士坐这边来 几位好 好 你们俩 这身材都够苗条的 瘦 你有多高 我一米七二 太好了 过关了 过一米七了 不知道您对我们的一号 女士印象怎么样 挺好 挺好的 那接下来五分钟的时间 咱们自由地来沟通一下 好不好 你好 就看您挺好 这么简单吗 你们还不了解吗 就刚才看 你是因为什么 离异的 就是两个人性格不合 吵架吵了很长时间了 而且这个年龄实际上是不愿意离异的 实在没办法 谁瞅谁都不顺眼 是谁先提出来的呢 好像是我吧 应该是我 已经到了 你不能去包容他的一切了 对 那你离婚多少年了呢 离婚我是 就是通过起诉离婚的 实际上判决结果是今年下来的 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 我起诉的时间已经两年了 两年之前我们那个 就是两人状态也不好 就分居了还几段时间 哦 今年才下判 对 才判 几月份呢 下判离婚呢 四月份吧 四月份啊 两个月 是啊 这么快你就 因为我们的心理上 心理上其实早就离开了 我关注的点 它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家庭出现问题 它是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件事情的 你这个人的脾气 是什么样子啊 能够简单地自我见证一下 其实如果接触长了熟人的话 我的脾气我觉得还挺随和挺好的 而且我也特别希望自己周围的人能够乐起来 挺重要你调动情的 那个情绪的 但是说如果生的话 我就可能显得比较 北京叫个色或者叫独立一点 不是特别善于一个人打掉的 情商不高 情商不高 情商很低的 那你要是说 你的另一边要是说 在跟你出的时候都很好 然后假如说 可能真正跟你俩 度入了那个婚姻殿堂的时候 然后呢 就不是像刚开始那段的时候那样子 然后或许会跟你的前妻那样是一样的话 那你还会做 我觉得夫妻关系的好说 不会像陌生人 两人肯定会 得什么都说什么 但是你尽量的就不要和我前妻一样了 我们都那处理不好 假如一个和他脾气一样的人 也可能我的处理方式也不会跟以前一样 是吧 你得总结经验 为什么不跟你一天一样呢 是年龄的增长了 是你 你一样不会又走向分开了吗 因为就是时间长了嘛 生活肯定都会趋于平淡的 那就是说你 比如说感觉生活一趋于平淡 然后就觉得要分开 那这样的话就是挺恐怖了 那你对待另一半 就是说什么 因此二婚嘛 你会拿出真心去对他 或者对他的孩子 假如走到一块的话 那必须得珍惜 要怎么教一家人呢 如果不接受的话 那你就意味着走不到一块 一家人不说两大话 是这意思吧 我是这么感觉的 什么感觉的 聊得怎么样啊 我看你俩聊得不错 是不是啊 你的感受呢 挺好 你呢 我觉得还不错啊 还不错 人不错 但是我觉得这大姐条件比我高 这个妹妹 你哪年的 你刚才说大姐 我心里哥都女性 你哪年的 我这个 见着那个美女 不会说不敢说话 怎么不是跟你说说话了 哪年的 北京他们也愿意叫大姐 大姐 是 对 我那个我们老师 我长得像大姐 是不是 我们老师是天年人 他们那个对女性 都统称叫姐姐 孙宗座 我儿子现在还都叫我大姐 我儿子是不是都这么流行 两位专家老师 对他们刚才聊的这段 什么看法呀 姐姐也会自夸 你是不是见着美女 说不出话来了 对 挺好的 因为男士上来 你看我们这来好多这个男嘉宾 我就特担心他们上来第一句话 我儿子做 您说吗 是我说还是您说 人家 您好 我觉得很重要 您好 两个人有一个特礼貌的良好的开始 我觉得男士情商挺高的 他说凡说自己不行的 其实这叫低调奢华 我听男士的谈奏非常好 我觉得还不错 就不错在于什么呀 你看我们这位女士放松了 对 不这么呆着了 就这样吧 你看他就是就说明什么呀 就是我觉得有安全感 所以他很放松的呆着 你看现在 说吧 怎么回事 只要两个月你就来了 你为什么 我是不是 我才会弄 你知道吗 这也就说明我们这位女士 真的对这些离异的 她会充满好奇 到底为什么 是吧 也会防御在未来的生活中 别又到时候 你这个成了习惯性的了 好 我这本来准备跟你走到底呢 别人你这一生气 或者觉得过得不顺了又跑了 你问了才能知道 他在意的是什么 因为他在意了 那个对方没有做到 让他满意 然后时间久了 他就会离异 所以我建议你坐在那儿 我帮你来问问 他到底为什么离婚 为什么离了两个月 他就来了 你是不是对这点 其实说吧 你还是有点顾及 是不是 是的 我觉得这个速度 有点挺快的 这一定是积怨已久 他一定是 积累了很长时间的东西 只是说两个月前 才把这个事搞定 听一听吗 可以 好 那咱们坐到先生旁边去 刚才都叫大姐了 是 咱先把这个年龄的问题捋清 到底谁大谁小 我们来认识一下一号先生 杨洪武52岁 离异 个体经营 北京不及 比你是大一岁 这可以接受吧 在你的范围内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杨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介入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有三个 文艺情怀 话不投机 爱心功义 这说您是一个很有文艺情怀的人 是吗 应该是 那您都喜欢什么呀 写写字 画画画 写过很多诗 这样 那有带你的作品来吗 那个丛林老师鼓励我带了一幅画 好好好 特别现场 其实没有丛林老师的鼓励 我都不好意思带过来 我学了一年 画了一幅老鹰 但我你觉得画的可好了 一年级可以了 对不对 学了一年 然后画成这种水平 我是觉得可以了 我也觉得行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不错 一年级的成绩很好了 是吧 对 真棒 而且还是在网上学的 假如老师手把手的教可能会更好 是吗 那你这十字学 那赶紧去拜访师傅了 差不多 是吧 找不到师傅 要打到师傅就好 他有浓墨淡墨 完了你还有构图 线条 对 他把他那些 过剩的精力 用在作画上了 用在写字上了 可能就是生活当中 他也是孤独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 这每天你要花多长时间啊 不固定 我没有别的爱好 当然有喜欢体育 有时打打篮球 或者跑跑步什么的 其他的时间就是看看电脑 写字画画 有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很快就过去了 就每天能花在这上面两三个小时啊 甚至更多 闲嘛 现在我也没有工作 基本上就拿它当一个消遣 或者当个事干 本身我也喜欢一点诗歌 或者怎么着呢 它这诗书画 它是都是一体的嘛 中国的文化都叫寄近乎道 如果你喜欢一种 和其他的 它道理都是一样的 当然从技术上 咱差得太大了 您还写诗是吗 那有投稿发表过吗 没有 自娱自乐 那为什么不试着发一下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来讨论自己就好了 就是我自己读乐乐就好了 是不是啊 我想忠乐乐也很难 那今天有带来您写的作品吗 有一首诗歌 直接给我们朗诵一下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呢 不错 来 请坐 请坐 我给您个建议啊 里面有个词 如果您修改一下 我觉得会更好 就是我走过成绩 成绩啊 又不押韵 而且它那个小 如果您说 我走过辉煌 迷失在贪婪奢望 就一个 对吧 它又在孕里 它又是一个辉煌嘛 它是一个值得炫耀的 所以你有了贪婪的欲望 是画龙点睛 我就是 就是一个感觉啊 真好 能感觉到啊 这个 您是一个内心特别丰富 你说 不善于表达吧 其实是写不出这样的话的 不会用这样的一种诗 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 但可能内在太丰富了 也许在外在 是 画反倒就变得少多了 是吧 它有时候 也可能是不爱跟人交流 也可能是有时候 很难有那种心灵的交织 就是他把的过往 对对对 都融合在那个诗的那里面了 很细腻啊 所以你觉得跟先生 可能是你们俩人将来 能说到一起的吗 我觉得他虽然是不愿意 不想去表达 是吧 那可能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要遇到对的人 我觉得你也会表达吧 是吧 那不是 不单会表达 而且有时候会很贫很腻 因为我偏小男人一些 是吧 对我也觉得是 你肯定没有遇到对的人 遇到对的人和对的那种时间 你肯定 是吧 所以写一首情诗 那是最浪漫的情话 对 挺好 看来您对先生的印象 一直是都不错的 那接下来咱就聊聊 你特别关心的那事 这个婚姻是 首先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是同学自由恋爱 还是介绍的还是 自由恋爱吧 那是什么 是同学吗 就是一个偶然机会 就认识了 然后我就 慢慢慢慢的 那时候也比较年轻 就是我没搞过对象 我这前妻就是我的第一个 当时是因为什么而选择了她呢 因为年轻吧 反正就是那时候也 时间长了 就一男一女 日久生情 就是也没有特别明显 她身上某一个特点 非常的细腻 是吗 好像也没有 我是外地户口 她是北京户口 但是现在讲 可能户口还有吸引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年轻 也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时间长了 那你本身是哪人呢 我老家是河北 河北沧州 沧州离郑定不远了吗 沧州那块做门 以前也有几个做门的 是 是 很近 对 所以到了北京 然后跟她在一起生活 慢慢的就会发现有问题了 是 其实我也是算 做生意也算个小 也不是强势 但是那时候年轻 肯定是也是很拼的 后来就是 因为一套房子的原因 就是被人算是骗走了 包括买了房子没过户 你们俩人之前 一起生活了多少年 四五年 五六年 四五年的时候 五六年 有孩子吗 有 然后就因为房子 开始出现问题了 那件事可能就是 一个裂缝的 一个导火锁 那房子是什么 就是被人 就买房子的时候没过户 但是到拆迁的时候 人家就给 你法律上 不合法 这那房子是您主张买的 是我 他当时的意见同意吗 同意 那么两人是达成一致的 是吗 是 其实也无所谓 那现在来想 其实那房子被人扼过去 也无所谓 就是说在被人 弄回去的时候 我在焦头 当时是肯定想不开的 焦头烂额的时候 这太太 她有时候她埋怨你 怎么着 就两人观点 以前那也是不一致 但是事情小 可能没暴露出来 到这事稍微大的时候 这一下子就暴露出来 就买的时候是多少钱 买的时候是六万五 几万块钱 后来要拆迁的时候 多少钱 就是一套 一套房子 加几十万的补偿款 那又等于是 最后只拿到了六万五吗 对 剩下的就 都跟你们没有关系了 是吧 咱从本质上说 作为老百姓 这一套房的价值 对吧 就是说当时由于 可能是家里面 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对 是导致这个 婚姻破裂的 最直接的一个要素 那当时为什么不过户啊 那是工坊 过不了户 当时不懂 不懂法 年轻的时候 啥也不懂 所以这个损失 其实是不小的 是吧 是 最大的就是精神损失 因为这事 打官司打了一年 焦头烂额 但最后还是没有拿到 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对他不满意 是在哪儿啊 我觉得 现在想 作为一个女同志 应该劝劝 自己的丈夫 这件事过去就过去了 不要因为一套房子 而伤了身体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他一埋怨你 你怎么当初这样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这事办不好 就忽然就 有点小爆发了 其实男人本身 决策错误 他就很自责 你旁边一那什么 他就 可能一个错误决定 人疯了 这个不行 但你当时的状态 什么样了 反正也不好 老吵 老吵 就慢慢就分居了 就不爱跟着人聊天了 我是不是 我是爱冷战的 我如果有着忙 以后会改 就是从那之后 我就不爱跟他说话 不爱跟他在一块聊天 因为到一块就吵 他心里面也不是说 出现这样的问题 也不是说他想要的结局 这个女的他埋怨几句的话 你就跟他解释一下 跟他好好沟通 每次男人的话 这件事情总会过去的 走到一起很不容易的 我其实很珍惜家庭 你们俩人之前的婚姻 还不是这样是吧 还是能表正常 很正常 也像年轻人一样 也腻歪过那么几年 别人看着我们很幸福 也有 那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呢 过去之后 然后我就做生意吧 就到湘河了哪 我们就聚少离多 很少在一起生活 他在哪啊 他在通州 那离得也不远啊 湘河离通州 那那时候多久能见一面 见面实际上还经常见 就是两个人就是 就淡了感情 这时候还是在正常的 往前继续的 只不过可能没有以前 那么紧密了而已 对 就是没有天聊了 那后来怎么把婚离了 就那么继续过呗 后来就老吵架嘛 吵吵我太太 还有一个小毛病 就是她爱骂街 我这人的剧 我嘴笨 我骂不过她 然后可能爱摔点东西 摔什么呀都 反正得什么摔什么 只要不值钱的杯子呀 就是吵不过人家 咱又不能动手 咱又对周围的东西动手 是吧 一般的都是 打人都不摔东西 摔东西又不打 他就要找一个发泄口 所以你们家就会一吵架 就是声音此起彼伏 你前妻在骂 你女在摔 家里叮叮光当的 也是很少 反正发生这个事 发生过几次 那孩子呢 天天那样 我孩子从小就比较听话 就听着你们吵 基本上都是我太太管 因为那时候我做生意 她闲的时候比较多 但发现有很多方式 你可以出去散散步 溜溜弯 喝点酒 干点啥 不成的 你摔东西 那是干啥呢 再往后我就想 你们老不在一块 就把通州的房子卖掉 卖掉之后我想回农村 能不能缓和一下 结果在农村生活了一年多 不但没缓和 反而就是更厉害了 谁愁谁都别扭 就水我不容了 这个为什么是把通州的房子卖了 换个地儿 你会觉得能缓和呀 本身那时候我工作也没有 生意也不好做了 加上疫情 我就想 就忽然想到一种 想过那种老年生活的那种思想 你媳妇住在村里 对 你们俩人就 你在他周围呗 对对对 哦 明白了 这不其实还是 有心要两个人往一起凑嘛 那最后谁提出离婚呢 我提出的 因为什么事啊 最后就真的 就老吵嘛 老吵后来 因为村子里边 她的哥哥姐姐也都是退休了 她的家族比较大一点 然后呢 我们吵的时候 就说这些个亲戚们吧 并没有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 就打我来说 可能我的观点也不正确 你可以把我骂一顿 说两人吵架了 你为什么这样 只要为你好 我打你一顿都没关系 我都接受 她就是一个河北人 你是驾到北京 火县嘛 属于通州吗 现在 就是你到上面都熟气 过去农村又接 人住的一村里 都是人 哥哥 妹妹 兄弟姐妹 父母 那你肯定你受气 就人家后边 是有一个大家族在撑腰的 对 你觉得势单力薄 那算了 咱们走吧 对 我觉得他们撑反了 你这样的话 就促进了这个家庭的破裂 就最后两年 你刚才说是 你们俩已经处于分居状态了 是 你提出离婚 那他 不应该很痛快地 就同意了 他可能是想 震震震震震我 他说离就离 你去起诉吧 然后我就去起诉 所以到 四月份 是吧 拿到了离婚证 整个过程你明白了吗 你还有什么样的疑惑 你去法面起诉 对 那你们俩 在这之前分居过吗 还是怎么着 分居 分居十年 你担心什么 我感觉好 你这话说的 我没有太听明白 还是 看那时候没表出清楚 是吧 那你们俩这房子在哪 在通住 那你们俩在哪生活的 这通住房子卖了 那你们俩 是十年没有在一起 还是怎么的 他的疑惑 现在是分居的那段 到底从哪到哪 故事里边没体现出来 是吧 这没描索那么详细 就是那一段吧 就是我们不是因为房闹得不可开交吗 刚开始我们 哎呀 说起来话就很长了 我们到通都呢 因为我们岳母又生病了 我们住我们大哥的房子 就是大舅哥的房子 来照顾岳母 所以我们有一套房子 这我以前做生意的 那时候 算抵账了一套房子 我们他就租了去了 后来我们关系不好了 我们就搬到那楼房去住去 然后呢 我又跑到香额去做生意了 这样我们还是两地分居的 后来我们就把这房子卖掉了 就回到村里 坐在村里买了一套平房 那村里的那个时候 是住在一起吗 那时候也不是 后来我太太把村里的房子翻盖了 就没你的份了 翻盖了那也有我份 我们就死去赖脸 把那房子卖回去 我想这么大岁数了 是不是能凑合着 还是原配的好 结果到一块实在没法操作 就分开了 还有疑问吗 你是怕有一天他在复婚吗 没有 我自说他这个分剧 这个好像他说这里边这些 可能是略过了 还是我没听明白 还是怎么着 行这个就 他的意思大约是 其实比方说这十年的时间 要说完全没有见过 那不太可能 但是真正在一起 完全没有在一起也不可能 是吧 是 他的分剧和你想的不是一回事 你想的是 我们就没有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 是这意思吗 但是他们有可能过年过节 其实还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不过年不过节也可能在一起 但是我们从来就是两个屋子 两个人没有那种夫妻的那种 对吧 我们就像一个室友 是这意思吧 是 他就看细节 他就觉得这男人的这个性格 那你摔东西的时候 孩子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孩子知道 后来孩子也说 你们老吵架离婚吧 那家孩子多大呀 我家孩子有三十了 不到 不是 我说那天就是你摔鼻子孩子知道的时候 那天我们孩子也结婚了 摔东西是这几年才养成的坏习惯 摔东西比较早 现在不摔了 比较早 比较早 孩子五十岁的时候 那时候吵架摔多了 你看后来改好了 改成鬼天了 改成鬼天了 后来就改成冷战了嘛 后来不摔了 我也不理你了 女士的意思就是说 她的反击的方法就是摔盆摔玩 是这意思吧 差不多 如果她媳妇背着她闺女骂大街 她就在背着她闺女摔盆摔玩 你能理解吗 刺激和反应 这一受刺激了 那她就反击啊 你会因为这个事儿而影响 对她对你们未来生活的胖 没有 那时候不是年轻吗 现在不是又长了几十岁了 是吧 可能是不一样了 是吧 到目前为止 我看您对她态度还是 印象还是不错的 是吧 好吧 不是 您这个好吧是 我们这个地方是实话实说 您觉得 这个人还不错 是我选择的范围 您就说还不错 要跟您没啥关系 您就别这么说 您会让我们这个先生怦然心动 对吧 怦然心动 这个年龄 对吧 所以你就直接表达 他们没事 到这个舞台上 大家都扛得住 我觉得这个男性 好像不太符合这个女性 女士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女士 她喜欢外场能力 办事各方面都比较强的 有优越性的 她本身也是能力很强 我发现您的这个情感生活 一直都是跟自己的这个工作 生意是分不开的 那这个生意是 您原来到底做什么呀 做过很多小生意 就做得最好的 最好的做过礼品公司 那个时候 这个能做到什么样的业绩 就是谈过几百万的生意 但是很多单位都不发福利 就淘汰了一批那个小的礼品公司 我属于被淘汰那一波里边 那现在刚才说不工作了是吗 不工作了 那靠什么生活呢 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 有一点点小收入 一点点小财之类的 所以生活也是没有问题 对吧 对 主要是对生活的质量要求不高 我看第三个关键词 是说爱心公益 这也是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疫情之前 出去捡捡烟头 或者是在一起 大家买点米熬粥 去奉一下粥 到什么地儿啊 什么情况下 都是这些志愿者自工 有的有场地的提供场地 有的那是提供劳力 冬天的时候 天很黑的时候 就有人去澳洲 就免费地给大家提供 在冬天的时候 是吧 你们从事过这种的公益行动吗 我是个体的 我是免费给我们 我的整个市场里面 全部免费年纪灭活期 就是从疫情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的 一直坚持到现在 也算公益的一种啊 我的理解就是 一个是奉献爱心 一个是自己练心吧 首先是 我想离婚了嘛 然后呢 以前的负能量的东西 也比较多 导致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这负面的情绪多 首先是调整一下身体 然后呢 再调整一下思想 通过选择认识一些新朋友 然后拥抱新生活 对 先不说能不能很快地找到另外一半 但是我觉得选择真的是不缺朋友 你看像我们陪选团的这些 应该能感受到选择这种大家庭的氛围 是吧 我就是看节目 咱们选择太接地气了 就跟大家聊天似的 我这不都是 就不是一方几方在一起那样的感觉 我们就报名了 对 所以他们还说 就很早就想报名 他们还说呢 这主持人太好干了 这主持人 这这主持人太好干了 在一起都好好聊聊天 工作就做完了 我们现在都成为朋友了 我跟这姐姐 我们以后可能下周或者什么时间 约出来 我让她 我说没事她往那边去玩 那来之前有想好找个什么样的吗 来之前想了很多 后来一想都是幻想 咱先把幻想说说 想找一个近年轻又漂亮又好又温柔 哪能不可能吗 我们都是这么幻想的 现在慢慢在纠正自己的幻想 那现在有什么变化 现在主要是我想找一个 因为我感觉我自己比较小 虽然以前也做生意什么的 但是我感觉我是个小男人 就居家一些 也比较宅 你想找一个 就是大一点的女人吧 您是愿意女主外男主内 有什么事 我这个大就是 就是那种大 不是那种 那个赤煞风云呢 或者是 特别强悍那种大 就是能包容一些 身上能有一些母性的那种光环的女性 小型长 那这个家里谁来做主呢 谁做主都可以 但是商量嘛 当然你得提出来 都有提意见的那种权利 那不能他只包容您的缺点 要做主的时候您来做主 其实也挺难的这事 就是人的那个某一个特质 它相对是一致的 如果他要处处做主 他就容易是 可能你们理解的强势一点 但是我觉得旁边这位女士 听上去有很多特质是符合您的 你想自己开的两个厂子 很多事你不得不自己做主 怎么样 挺好 真的是觉得可以 往下深入谈的那种挺好吗 我还是比较谨慎 说句实话 因为这位妹妹确实挺好 但是说能不能走 那一步还是要靠深入的去 我们现场还有王姐 因为过了六十了 那个小主比你还年轻一点 要不要了解一下 也可以 这妹妹多好多漂亮 是吧 我们观察室里还有两位女士 是 要不要也了解一下 可以 一人来了多了解了解 那都可以 那你先跟小主来聊一聊吗 如果妹妹愿意的话可以 那旁边的这位女士呢 还沟通吗 基本上了解的差不多了 是吧 要不就暂时就这样 因为这婚姻们必定是一个比较长的事情 那就意味着您放弃掉我们一号女士了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让一号女士先回到观察室 是吧 接下来是要跟小主过分一下 是吗 好 可以 谢谢 她好像驾驭不了这个大女人 她自认为 从她的观点上 她觉得这个女人太强势了 或者是经济实力太雄厚了 她匹配不了 你好 你好 您说吧 因为一直都在了解您 我这会儿也知道您一些消息 一些信息 然后您对我可能了解不够多 您想了解什么 您可以问我 不会起头 说话不会起头 但您想要了解一个人的话 你随便不用什么头 想直接说就行 今年 45 属羊的 1979年的 挺好 户籍是在 湘河户籍 湘河 那我们还 里得挺近 但我不住湘河 住在 户籍是湘河的 但我一直住在北京 24年多了 是离异是吧 对 我离异 有孩子 我儿子 26岁 在上海上班 挺好 您也是问两句 您也问两句 因为 一直都在了解您 您好多信息 我也都了解了 都知道 对 多给您机会吧 给你机会让你了解我 通过我跟小主的了解 就是说小主要求条件也挺高的 沟通的怎么样 挺好 挺好 我觉得你跟谁是都说沟通的挺好 那怎么办 接下来就跟小主到台上去深入沟通了 还是要见见后面的女士呢 之前来了都见见呗 是吗 明白了 行 好 那小主 先回到自己的座位 谢谢 我们看今天的两位女士 您挑一位 这是关于她们的十个方面 先看学历吧 还有呢 年龄 三样是吗 对 三样 那就照片 废女士49岁 大专学历 王女士51岁 中专学历 她们的照片 给你看一眼啊 废女士吧 废女士 49的是吧 对 为什么 选了这位 相对年轻一些 哦 只是年龄 是吧 嗯 好 那我们把废女士请上来 掌声 对不起 你好 欢迎 来 您坐这边来 我们接下来 你们两位可以聊五分钟 你好 你好 感觉 挺好的 然后 有自己的情怀 然后又重置于公益事业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品啊 各方面都是比较不错的 您是夸奖啊 您也挺好 49岁是吧 嗯 您口音是 北方 北方人 哦 东北吧 对 哦 挺好 也是离异 嗯 有小孩吗 随便问是吧 随便 想问什么 有 男孩 对男孩 然后呢 哦 哎呦 本身我就不善于交流啊 您可以多问我 我已经了解了 因为我在那个 观察室 对观察室已经对您有所了解了 所以 东北哪儿 啊 黑龙江 黑龙江 嗯 黑龙江也去过 挺好的 嗯 我觉得很尴尬啊 就是 哈哈 哈哈 不太会说 刚才 跟一号女士聊的还可以 哈 还聊够了五分钟 这能有一分钟吗 你们俩就结束了 呃 对我们先生的印象到底怎么样 我看您好像有一些想法是吗 啊 没有没有 就是说我之前在观察室的时候 对他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然后呢 呃 现在面对面的 呃 这样的一个沟通 可能我想了解的东西 我已经了解到了 然后再没有想 就是找不到其他的话题去延展这个事了 然后我 我现在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我听说你不太像东北口音啊 呃 呃 因为 我 二十几岁吧 就相对来说 我的 呃 这个二十几岁之后的生活 都是在天津和北京之间 呃 所以说 可能口音有 有所改变 就二十多从东北到了 天津了 对 对 嗯 这样 呃 想了解女士什么 想了解我们坐他旁边来沟通一下 也可以 行 好 那这样 咱们坐着口音去 好 感觉我们二号女士上来 反倒一号先生的状态有点变化 就是他 他心里有动了 他就重视紧张 我是觉得 其实二号女士是让人很放松的一个女士 你看他笑眼 然后跟你说话是 就你刚才跟一号女士的交流是一号女士提问的比较多 对 您是站在一个回答的角度 所以可能时间长 嗯 男士呢 应该是那种不知道怎么开始 但如果进入以后温度核实 他就是特别放开的一个人 他是那种 他这种小女人型的 我属于是什么 这种像说 大女人型的 大女哈子型的 说不好听点 就说女哈子型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你的性格 因为他跟这个一号女啊 好像更从容 你知道吗 因为他觉得这个女的是大女人 还责罪他也没事 然后因为他跟这种攻击性强的女士 他比较熟练 你知道吗 卡卡卡的 反正我也会躲 我就躲 对我说嘛 你知道吗 一号女士抛出那些问题 真的叨叨见险 对啊 但是他训练过 对他还挺 因为他训练了十几年的 有经验 你知道吗 倒不觉得有压力 但是你要让我说的话多了就有压力 对啊 对于这样的女士 其实她是处的 因为她必须要特别认真 是吧 认真的对待 然后她又可能觉得 有点压力 是吧 是 我就怕沉稳的人 我比较愿意处于被动的状态 那我采访她 你在旁边听着你能接受吗 可以 先正式的认识一下啊 费威 49岁 离异物业员工 天经户籍 那非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就原来是你团结 我们来看看她的关键词 物是人非事事修 独自面对新生活 朋友鼓励我上选择 物是人非事事修 这是 讲的什么呀 过往 是自己的工作 还是生活呢 生活 生活 离异多久 有十几年 十几年了 我36岁的时候离异 那在这段婚约有多长呢 十一年 十一年的时间 你们俩是自由恋爱吗 是的 因为我 我本身是北方人 然后呢 我是在天津上学 然后我们俩后来成为同事 在这个过程中 她比较会 就是说 关注到我的一些动态 比如说去食堂啊 打饭啊 这个过程中 可能需要排队 比如说 哎 你到我这边来吧 然后她就 给我站到了位置 然后她就 上后面排队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的 她的一些行为 就是说让我感觉到 这个男士 温暖了到我 因为我是他乡人 在天津 就是举目无亲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我觉得她温暖了我 然后后来工作当中 可能也交往的 比较多一些 然后我们发展 就是比较稳 后来结婚 所以你们俩的感情基础 应该非常牢固 对吧 是很好的 对啊 但是后来可能是 有一些环境的因素吧 可能是工作上的 一些因素 造成就是我的前夫妇 可能接触到的人 或者是一些诱惑呀 就比如说 经常喜欢去旅游啊 跟人一块唱个歌啊 或者是一些喝个酒啊 这种聚会啊 可能会多一些 造成了这个 这个吃个饭 喝个酒 唱个歌 有可能你不会跟着 旅游你为什么不跟着 我认为那个时候 我们住的房子 还比较小 我认为 多大 不到70平吧 是那种 一家三口 对 所以我的想法 就是说 我想换一个 大一点的房子 把我们的积蓄 就是说工资啊 什么的 日常开销啊 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就是说 我主要的目的是 我想过得生活 生活品质更高一些 然后 我会 就是说 阻止它吧 就是说 有一些活动啊 一些什么的 我说 哎呀别去了 还要那个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说 有那钱咱们攒下来 将来换房子啊 什么的 可能 开始说的时候 它是会 会 跟我有一定的 达成默契了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可能工作啊 生活的压力就大了 人们也想去 外面 放松一下呀 各方面 他考虑的可能会多一些 就是 男人嘛 他的自控力 可能会 偏于女人要小 所以他就会经常性的 时不时的 可能有三次 我说不让去 但是有 两次他还是会去 然后这样 我们时间长了 就会产生一些 内心上 就是我对他不满意了 然后 你是怕他花钱 还是觉得他不照顾家了 从那个时间来考虑 我认为是花钱了 因为我想把钱攒下来换房子 那他每次花的是很多吗 虽然不多 从我的那个观念里讲 我认为 几百到一千 可能是 你要积攒 你才能上万 所以你每个月 你都会有几千 或者是多少的 一些额外的开销 我觉得在我的 就是心里 我觉得我是有意见的 这房子买房子 不是光攒钱 就能攒出来的 紧一缩十 攒出买房子 那也够累的 所以你前夫自己出去旅游 他会有朋友 你会拦他吗 会啊 就因为我会经常拦 造成我们之间 这个感情不稳定 就是这样 那就变成了 他在家里想干嘛干嘛 你一直在很节俭 也不完全是吧 他也不能说 想干嘛就干嘛 但他还是要考虑 顾全这个家 但我认为 你的这个 咱们之间的这个固定收入 是有计划的 去做某一件事情 这个钱应该怎么去花 我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攒钱换房子 他没有按照我的这个意愿 来完成这一系列的 这个这个我的 你就不停地在指责 对我们不停地在吵 在争论这些问题 他会给你摔盘的摔碗吗 不会他不是那种 我觉得他一直是很温暖的一个人 也有责任心的 因为我从小长大 就是说我对家务 我各方面 我是小白 因为我父母也比较关心我 或者是宠爱我 这种状态 我不会做家务 他其实也是一个 独生子的这样的一个 男生我们俩结合在一起 就等于两个都是小白的 这种状态 然后呢 我的前公公婆婆 就特别好 特别暖 每周六日都会来我们家 然后帮我们洗衣服 做饭给我们归着家 然后采购一些食材 就是这样子 让我们这个小家更稳定 然后更温暖 然后后续呢 有了我们的孩子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一直是处于被爱的 这个状态 在我自己的父母身边是被爱的 然后我到了我的前公公婆婆 这个家里嘛 我也是被爱的 因为他们没有女儿 所以一直是把我 当成女儿一样的来关心 所以我是比较融洽的 所以你们俩人之间的矛盾 就是因为你要换大房子 对 我要赚钱 还是穷脑的一句话 如果他找一个男人 要富有的话 这事用你考虑吗 是吧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我觉得挣钱也很难 我们那时候才挣几百块钱 两个人一个月也就 在挣几百块钱的时候 其实六十平米的房子就不小了 是 但是我希望我的孩子 将来出生了之后 要住得更好一些 那个时候咱们 说实话北京的房子也就 七八百的也有一平的 一千多的也有一平的那种 那个年代就是那样的价位 我那时候就是想来北京买房子 虽然我是住在天津 但是我的心 我认为我要向往北京 向往我们的首都 然后我就希望能攒钱 他能跟我共同去攒这个钱 然后去实现这个梦想 但是可能这个是有偏差的 每个人的爱好兴趣 它是控制不了的 买大房子 那么小房住有小房的乐趣 大房有大份上的环鸟是吧 我有这实力我可以买 我没这实力 你偏要让我紧一索实 让我买大房子 不可能 你超出我这个预知范围了 当时是因为这个房子的问题 你们俩才离婚的吗 对 其实我认为现在反思一下 可能当年的那种执念 就好像我就想要达到这个 你就要听我的那个 这种太强了 然后造成我们之间 没办法真正的沟通 我也走不进你 你也走不进我 就造成这样的一个结局 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太多的问题吧 我觉得 就是我们后来分开之后 然后我也是等于 就是说 一直把我的孩子放在我身边 就是现在我们孩子 已经上班了 然后特别孝顺 特别好 也比较优秀 她也很节俭吧 对 就是她会 她会很理智做任何事情 她会经常性地 跟同学一块出去旅游一下 然后什么中秋节 都会有计划的 但是她的这种节俭 就不会像我那样 因为现在她有房子 她也有车 我的孩子 就是现在什么都不缺 没有任何的贷款之类的东西 压着她 所以说她现在挣的工资 她可以自由分配 就是想去玩就玩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也比较自律 我认为就是她会 在我妈妈给予她的这个同时 她成长起来会很轻松地 你现在不会干预她了 对吧 不会 她结婚了吗 没有 刚刚25岁 后来房子买成了吗 买成了 后来我现在换的是120平的帮子 我觉得是我想要的生活 会后悔吗 后悔 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 没有后悔这一说 你后悔你会纠结一辈子 但我现在过得也很好 我认为不后悔 但是之后就要独自面对新生活了 对不对 对 就像你说的 你看你在家里什么也没做过 然后进入到婚姻那么多年 其实听上去都是你前夫 一直在搭理这个家 对吧 还有公公婆婆 那怎么办呢 会做饭吗 会打扫卫生吗 自己带着孩子行吗 确实那个期间是很难的 内心是很忐忑的 我睡不着觉 然后就是有一种 就很复杂的心理吧 最后其实她也后悔 她说不会 不可能不后悔 首先第一点做饭 我就是说来 大家可能都会笑 然后呢 要穿上长衣 怕那个油崩到那个手上 它会烫 然后手上要戴着那个胶皮手套 然后脸上要戴上口罩 或者是帽子之类的 遮挡一下 因为怕油崩啊 你不会做饭的人 那个锅油一热 你把那个肉往里头一放 一炒 它那个油 它崩到处溅 它会碰到你的脸 会疼 然后手沾到锅瓦上 你也会疼 所以呢就给自己全部了武装 就这样 然后去做饭 虽然做得不好啊 但至少我觉得做的是热乎的 孩子放学回来吃的是热乎的饭 是这样的 就一点一点的吧 然后最开始 切菜 我们家的刀都不敢用那种 特别锋利的刀 就是怕切到手 因为比较焦嘛 就觉得切到手会疼 然后呢 那个刀我妈妈都给我弄的 就好像不能买新刀 然后那个切出来的菜 就是一炖一炖的 就是炖着往下切 不是很锋利的 一切一切的那种 所以就这样的日子 一直持续了 所以你离婚了之后 你妈妈还替你准备刀呢 因为你要到厨房里去啊 之前那刀 是人家用的是很快的 很锋利的 切出来的菜 不是又快又好吗 但我不敢去拿那种 因为一碰就会拉到手 所以呢就我妈妈就给我准备了 你儿子见着你 穿成这样在厨房里 他觉得开始的时候 他觉得恐怖 因为一炒菜 不是这儿的那碗 打翻了 就是盘了打掉地下了 声音也很大 后来他慢慢习惯了 然后我一做饭的时候 我会把门都关好 让他很少听到这种声音 因为锁忙脚乱的 火一热了一着了 然后那油 有可能就溅到哪都是 那个燃气罩 有可能沾到油 它那锅边也会着 有的时候 发生这样的状态 挺恐怖的 反正也坚持过来了 现在我可以 做很多菜都可以 虽然说做的不好吃 但至少我都能把它做 做到让我孩子满意 他觉得妈妈做出来的菜 永远是好吃的 你说当事人对你多好 不知足 我觉得那个期间 很煎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 然后他有他的生活了 然后我也想用自己的 剩下来的这些热情和时间 去找一个伴 然后陪伴自己 度过余下的人生 36岁离婚 对 到现在 已经十几年的时间 对对对 为什么不早一点考虑这个问题 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固有的这个生活圈子 就是工作完了 回到家 然后和孩子的一些交流 我觉得很幸福 也很好 然后呢 现在就感觉 也是因为我的同事 因为我现在身边的一些同事 都是比较年轻的 三十几岁的 他们就说 哎呀说姐姐 你为啥不现在找一个伴呢 所以我看说 朋友鼓励你乱选择 对对对 是这样 听说今天是有 企友团来了 是吧 对对 我的闺蜜 是你给他报的名吗 是 我是觉得 应该到这 咱节目组 找一个合适的人陪伴 他这种性格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 比较适合 我觉得 他是一个小女人 找一个 能包容她 得疼她 爱她的 你觉得一号先生合适吗 我觉得一号先生 他想做一个小男人 我们维维想做一个小女人 在我的观点来说 我觉得不合适 但是具体就是 相处下来 比他们自己定 我作为旁观者来说 我觉得 他们的脾气和性格 是不大合适 你觉得呢 闺蜜说得对吗 我觉得她已经 就是把我看得特别透彻 就是我心里想的 可能就是 她现在能表述出来的 所以你想找的是一个 什么感觉的先生 就是那种 能挡在我前面 处理问题 处理事情 然后能给予我 方向的那样的一个难事 责任心 各方面的阅历 思想 都更成熟一些的 因为我毕竟 我在这个离异之后 这期间 我是煎熬的 我的内心是脆弱的 我想找到一个更强大的男人 来温暖我 行 那我们先让一号先生 回到观察室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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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挺怕那种 过日子心强的女性 就是老板有生活 有很多设定的 那明确的目标 我们要过日子 我们要奔楼啊 或者是怎么着 其实我其实挺怕这个 那是先看看二号的条件 还是直接见她 直接见吧 既然已经都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 二号男嘉宾 请上我们节目现场 掌声邀请 谢谢老师好 莫老师好 王老师好 老牛好 又见面了 来来来 今天位置不一样了 是吧 对 要坐沙发这儿了 不错可以选择了 好 女士到这边来 通常这个环节 我们是要出那个板 时选思安 来了解一下 下一位先生 你看我们女士 就是不了解 不了解 直接见 行 那你对我们这个程序 很了解 接下来要干嘛 就知道了 对 好 东北人直爽 对 敢恨敢爱 挺好 而且还有最好的就是 爱干净 是 爱美食 对 您很了解 对 我接触很多东北的朋友 在天津居住是吧 生活在天津 对 想到北京找一个 年龄相当的条件 相当的 对 公渡晚年 是的 挺好 目前也是在北京工作 是吧 做什么呢 物业 物业 你这做物业岁小点 是吧 再有感觉是做物业 全都是50岁以上 您说的那个物业 可能是相对于来说 我们比较基层的员工 小区 员工里面 比如说宝洁大姐 这都是年龄 在50岁家 像我们这个物业的可能一些范围 对 您可能只是了解了七一 不了解七二 对 物业面大了 对 管房子的 它的业态也比较多 对 不完全只局限于您家的小区 对 挺好 在北京干多少年了 没几年 刚三年 三年 正是干事的年龄 我一直是在工作当中成长自己 是吧 就不是说我刚刚到北京来 从事这个行业 我之前在天宁也是 从事物业方面的一些工作 工作 对 刚刚要在这个观察室 看看你表述的这个婚姻情况 对 因为我觉得挺晚期的 你想你这个老公对那么好 婆婆公对那么好 对 你说你就为一个房子 给自己耽误了吧 每个人都有执念吗 这个执念是没办法 对 所以说我觉得挺晚期的 也不认为是晚期 因为人都要是成长的 遇到事咱们就要解决事 一般你要碰到人民 好功夫 一般不容易 这个也不能这么局限于说 这样的 是吧 太局限 也许还有更好的 只是你没有遇到 是 是吧 是 应该你谈对象的时候 你应该有目标 我找一什么样的层次的 就没这么多后边的事了 刘先生是今天第一次见还是原来在节目里见过他 第一次 第一次见是吧 来 你谈一下这聊了五分钟之后 你对这个人的一些判断 我觉得他的思维比较敏锐 然后说话的目的性也比较强 就是聊天的目的性 他可能就一下就击穿你这个人的 另一个人的内心 然后那个点找得很准 我觉得他对我 就是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他像一把刀一样 很锋利 所以我对他没有太多的期许 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是不能抱着一把刀 对 对 从我们俩一见面开始 我就感受到很浓 很强 叶的那种 那种锋利的那个微风过来了 就是那种人为道 风天道 就所谓的见气 对了 不是他的菜 他就损了 要是他的菜 他保证不这么熟 其实我的那个感受 跟这位姐姐是一样的 就是我之前是一个带伤的 可能要结巴了 然后他这上来 就又给我滑开了 就是说你一直在说可惜 我轮不到你这说我可惜呢 我要直到可惜 我早就通过自己努力 挽回什么的 我现在是跟你相亲的 你说说你表现你的好处 让我来选你还是不选你 用你来可怜我吗 我觉得他已经伤到我了 伤到我的自尊了 伤到我很 让我心里很不爽了 我没有必要再去迁就说 坐到他旁边 再听他去跟我说什么 一二三 没有意义 您是非常确定了是不是 那肯定是 我估计吧 我们女士也想回到观察室 私底下说您几句 早就想走 在这儿不好意思说 是吧 没关系 早就想走了 我知道 行 你看您又知道了 您知道的太多了 对 那如果这样 我们就让二号女士先回到观察室 放松一下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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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我和他也不熟 我们初次见面 你也不了解对方的一些脾气秉性 你不觉得你开这个玩笑 我能不能接受 那接下来咱们正式地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二号先生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刘建兴 68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虎记 那刘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境 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 有 玩笑演示内心 未来生活规划 玩笑演示内心 就是我 一般就是特别爱开玩笑 是吧 开玩笑是一种方式 所以就因为 因为这玩笑不当 得罪了很多女士朋友 刚才 刚才已经表现一段了 刚才已经表现一段了 但是这种态度改不了 老爱说实话 说实话就伤人 所以现在在这个 大众点点不能说实话 不是 你演示自己什么内心呢 就是很多事 就是说自己要面子嘛 是吧 刚才的那段 我的理解是 就是其实您呢 跟二号女士觉得 没有那么有演员 对 但是您直说呢 又不合适 对 所以一上来就说 你得找个年龄合适的 对不对 就用以退为进的方法 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是掏心掏肺 对人好吧 人倒小瞧你 你看前一阵子又买几份保险 人家一忽悠我 又买了 女的 买了四份 女的 都是女的 男的他也不买 那你多美人一笑 你肯定有不过敌 买了保险 为什么觉得是上当了呢 过去买保险 我从九几年开始买 买保险呢 就是人家就说 我连退休了 人家说 你单身 对啊 怎么了 不行啊 说我也单身 单身之后呢 完了给你扯别的啊 我都觉得你这性格挺好的 最后绕来绕去 说你能不能买份保险 以后 我说怎么买 一年三万多 你上五年 因为你55了嘛 你不能到60不能上 买五年的 我说行 夸上完了 说挺好 到65开始拿 等于66开始拿 拿就是说 你每月拿一千多 完了一年递增 第二年拿到将近两千 完了递增 拿到88岁 结果呢 我再一拿再问 不是 一年给你一万 一万二 假如啊 你拿到88岁 不递增了 我说我什么 活不到88岁了 我说你赶紧给我退回了 后来我就找人 找那个反应情况 结果把我的钱给退回来了 退了 前日他退了14万多 等于我交了15万多 拿了一年的了 所以我们刘大哥说了 说我开玩笑 也是我的内心 不是因为 我不想对别人好 不是不想对人 拿掏出真心 我呀 咱掏了好多回了 对 都不行了 咔咔咔咔 踩的不行 咱又生回来了 是不是啊 现在千万别这么傻了 什么叫善良 就是偷晕偷肺 对人好 结果人家不领情 我觉得这老哥的防御心理 是够强了 咱们来说说 未来生活的规划 我再找就找一个什么呀 你什么叫我老天哪 你对我好啊 是吧 你不嫌我老 你不嫌我丑 你不嫌我条件刺 能跟我过安稳的日子 我是细水长流 我不会亏待你 是吧 目前说 我挣这三五两早 养我一个人 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我得首先 我得感觉出来 你对我好 我是这种方式 如果俩人都有共识了 肯定生活就没满 如果俩人不共识 肯定闹意见 您是希望他做一些 比方类似于什么样的事情 你就能感觉到 他对您的好 比如说咱俩出去了 一下天你扶我一下 证明我对你这种关心 是吧 出去吃饭了 你客气 哎呦 姑娘我结这账 我不用你结账 但是你有这种态度 证明你是对我的认可 所以我出去 跟任何人出去 就是我没看上 我也请他出顿饭 我也不会让他结账 北京人不有面 好来有点面 您对未来生活 是怎么规划的 我为什么上 湘河买一房子去 万一我遇上一个 外地的 知音 我特心满意足的 人就没房 那你就是 人满意 没房怎么办 那你就得给人 我北京的房子小 这才是不到50平米 一居 人不愿意住这 我就愿意住 我买一套先搁着呗 搁着我家具刚订完 都是中式家具 装胸子正装胸子 那人来之后 人看着舒服 他这样的人吧 就是要一个另外一个人 比他强 他就可能是另外一种 面孔 对吧 三号女士的基本条件要看吗 还是直接见 直接见 那看什么呀 直接见是吧 我真不看条件 我就看这个 有演员的一样 第二 性格好 互相能包容 小时候看 所以性格这种事情 是需要你们自己来感受的 对 照片要不要看一下 不看 反正人早晚得上来 你看 那我们把三号女士请上 对吧 我说实话 来 掌声围起 你好 来 不是 好 看这边 对刘先生有印象吗 也是第一次见 对 好 那咱们沟通一下 刚才跟你说了那么多了 这次记到心里 这位女士一见 特别喜庆 就属于爱笑的那种女人 是吧 所以爱笑的女人 有好命 就是幸福的女人 都爱笑 是吧 我不知道 你今天多大了 我73年的 你73年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一 挺好 你看这个 一看特别负担 什么地方人 我是浙江的 浙江 对 我就喜欢南方人 南方人性格好 不争不闹 不会大声说大声吵闹 我不太清楚 你们是浙江吗 对 对 浙江人都是做生意 做生意的多 是吧 我一看一看老头 是不是心里 咯噔一下 说不出话来了 没有 我是 平时说话 我就说得很少 是 南方人说话 都比较低调 低声 你们是 离婚呢 还是 我是离异的 离异的 自己是男孩女孩 有一个 我两个女儿 俩小棉 多好 都在你身边 没有 他们都在浙江 都在浙江 你一个人过来的 我在这边 十多年了 工作啊 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自己做生意啊 挺好 浙江人都会做生意 我前 前一段时间 我去到浙江 挺好 玩了有十多天吧 旅居 旅居的生活 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啊 爱旅游吗 我现在 没工夫 就是长时间 她和我聚不了 女聚不了 是吧 三两天还可以啊 对 行 是不一样的状态 对 她现在是带着脑子来了 跟我聊天那会儿 她没带脑 她带的是枪来的 她先吐吐我 那说不定 对这个女士 演员的方式 你还可以啊 对 你是做什么生意啊 我是做设备的 做收房设备的 就是收房这一块的话 就是说在全国吧 大概是百分之六七十 都是我们 我们浙江 就是江山的 这一个地方的人在 大部分是 挺好的 整就你一个人在这边 管这些 是吧 挺好 也挺辛苦 还好 习惯了 她因为做了很多年了 现在其实 对 都拓宽了市场 然后应该就不是特别辛苦了 不像以前那会儿了 对 您觉得跟女士聊得怎么样 怎么样 你觉得 不是 您自己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对吧 你问人家 我得问她呀 她不是小朋友 是吧 您是 多大年龄 我是五六年的 五六年的 五六年的 六十八岁了 就是年龄这一块的话 对 我觉得不太合适 但这个过程 因为之前 您跟二号女士聊 然后我们刚才说 您做了一个 这个不是特别好的例子 对 对 正好跟您的第一个关键词 相配合了 然后就举例说明了一下 那刚才的这一段 这个沟通 两位专家老师觉得怎么样 就是你想 说人家好 对 但是呢 你那一说就定性 对 南方 南方人可好 南方人 但那个 人这女士一看 不是那种 你说的那种南方人 是吧 这小鸟逼人呢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 一定是 让人家也多说 好 是吧 我刚才你了解我了 是吧 那我想问一下 您是做什么 在北京 好奇 好奇心是一个人 最需要留下的一颗心 是 对 行 回观察室 行 我先思考思考 对 再把老师们 和大家说的话 再 再总结一下 对 反思一下 行 好 那我先 今天 估计够呛 能啃动吗 没事 谢谢 好可爱 再见 我意识到我这个问题了 但是改不了 这嘴 臭嘴 改不了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三号女士 王苏芳 51岁 离一自营生意 浙江户籍 那王女士 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 室女环境 我们来看看 她的关键词 消防器材店 再婚不容易 还不能退休 刚才刘先生 也问到您了 这个消防器材 这个事 十几年前 来到的北京 是吧 那时候 才开始做 这个消防呢 对 我原来 在老家的时候 我是做 那个厨房 电器的 小五金 这一块 就是一直都是 做生意 消防器材 就要重新开拓市场 消防市场 这一块的话 我是在北京 这一边开始做的 因为我弟弟他是在成都那一边 然后我是来的这一边 那会儿是人生地不熟 还是说有人会给您介绍点人脉 怎么开拓这个业务呢 我叔在这一边 然后还有我弟弟的同学 在这一边的话 就是我们老家人挺多的 可以互相帮衡一下 是吧 对 就是基础上的这一块吧 就是我需要他们帮助我 但是就是说 在工作上的这一块的话 就是你要靠自己的 是需要你去一家一家去敲 还是说朋友互相介绍 客户 一般的话 就是我的客户都是 就是老乡 或者是朋友介绍的多 这个 挺好的吧 这挺好 对吧 你可以秒成你还可以返场一样 是吧 返场的必要没有 但是这个 不是 你跟他聊聊 我觉得还赢 白白金睛呢 对 这个还有点气质 当时那时候我没觉得难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我觉得我就是 就是也是挺拼的 后来就慢慢做起来了 嗯 做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的话 就是我只要掌握货源就可以了 我们店里面就会 他们就会安排 这样子 所以也不太需要 再去出去跑业务啊什么的 是吗 现在我都不需要跑 嗯 就是 嗯 就是老客户 然后介绍 然后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了嘛 那些老客户他都跟着我 就是也是这么跟这么多年 反正现在的话 就是比较省心了 我觉得我自己 也不会让自己那么累了 有的我就觉得 我想想休息了 我就把事情 就让他们去干就可以了 反正钱是这么晚的嘛 那对未来的规划是要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如果说是有合适的 那一起也可以 或者是工作的时候他工作 那我们工作以外的时间 然后呢两个人就那个嘛 就是在一起 但是我是不异地 你要是成长跟人说翻场一下 就是你对他印象挺好的 你再过去聊聊去 没事可以翻场 不想了解 但是我觉得这倒挺好 为什么发出了这个再婚不容易的感叹呢 确实很不容易 我觉得一个家庭啊 就是只要不是发生原则性的那种问题 然后我觉得都是不能 就是两个人都不能分开 就是组建一个家庭太难了 那你当时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呢 我有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 小孩子他爸爸赌博嘛 赌博 然后那时候反正 我觉得自己可能也不太会处理事情 有的时候就哭吵 就那样 但是呢也还是没有用 在02年两个人就是分开的 那段时间到最后 他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状态 见钱就抓 见钱就抓 所以他是不会往家里拿钱的 都会 那就是你在养两个孩子吗 所以我们就 我就是很没有安全感 他就是说店里面事情也不干了 他就是说你该进户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话呢 对他来说他已经就是说 不会说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了 看到钱就抓就那样 那第二段呢 无奈 第二段的话呢 我们是就是17年的时候吧 我们那时候在就是在北京论事的时候 也是我们老乡也是做消防的 但是呢他家里面孩子小 然后我们是异地 然后他呢也是离异的 就是他家里面有什么事情 还是跟他前妻就是都是那样商量着 做事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心里就很不舒服 他又两个前妻 是两个前妻什么事都问他 他有两个前妻 然后呢就是第二个这一个的小 第二个小孩的妈妈 他那时候去日本去打工了嘛 然后他那个大的孩子呢 是第一个前妻生的 就是第二个小孩的妈妈呢 意思就是问问问他 就是说大的这个孩子 就是说有没有女朋友啊 他说如果说要是 还没有女朋友的话 他就把她带到日本去 就是跟着他到日本去打工 大几年 意思是挣多少钱回来那样了 我说这个老大 我说又不是他的孩子 我说你们这样子的话 我说就是不还是像一家人一样吗 我就觉得接受不了 所以我就跟他吵 你提了意见以后 他什么 他一直说我不体谅他 似乎这个第二个前妻 好像很愿意表达 他其实对这个前妇还有感情 是 是 对吧 我愿意帮助你解决你的困难 是吧 因为那是他的嘛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这位男士接受了 他们的关于就会又进一步 对你来讲就不安全了 所以你可能就提出来 提出来以后 如果你的先生说 我没想这个 是吧 我都没想这么回事 也确实是 那我跟他说 就是这个你不用管了 你就管着你 你这孩子就行了 可能就没事了 但是他否定了 他觉得你小心眼 他觉得你怎么那么多事 你怎么想东想西 可能这个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又远了一步 就你们之间的情感 可能又远了一步 而且估计那段时间 他那前夫跟那个前妻 没少联系 肯定因为这事 反反复复经常地在联系 对 然后又加上异地 就是所以就 反正刚开始分开的时候 也是就觉得挺难受的 对 因为我们每一个第二次婚姻 其实都慎重又慎重 就是我们非常的想防御 别到时候再离了 是这样吧 所以分的时候也是 反复地去想 对 所以好多人都说 我第一次离婚 可能是别人的问题 离我离是不是就是我的问题了 但是有的说 这就是生活给我们出了 又一道难题 可能我们只能往下做 所以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再婚不容 真的是 行 那现场这两位先生 有要考虑要聊一聊吗 我看了在下面 都不是很合适是吗 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 行 您跟一好 你们俩都是这个问题 其实你们的经济收入是在这 如果要找个相对匹配的 真的挺难 比如说你们浙江的圈子 可能大家的水准都很高 但我觉得这事情 你自己可以斟住 就是不要把经济作为一个首要的一点 好 那今天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已经见过了 我们来看看最终的结果 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玫瑰花 怎么来处理 最终五位嘉宾没能成功牵手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欣赏他们 欢迎拨打热线电话 6331-2752 联系他们吧 我们加速有两个企业 一个是一万大事人 一个是小规模的男士人 我都在管理的 而且是报税都在我来报 您都七十三了 还挺能看 精力还很充沛 一点都不求回报 到底为什么呢 感恩这大家庭 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互相帮助 家风也是属于正能量 我给你带了一个糖 糖啊 现在生活多甜蜜啊 我也奔着这位男士来的 修法作品能证明我一切 哦 你想看看吧 小鸭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对 be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